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罗杰理想中的婚礼 今天我们看到了的应该是尘土飞扬 你点满天飞的婚礼照片 可是婚礼地点最后确定在了音乐制度维也娜 看来 维也娜的婚礼 应该是唐妍理想的婚礼的样子 罗杰理想的婚礼是实现不了 不过婚礼是女生一生一次的期待 罗杰为爱妥协 也是满满的幸福呢 唐妍第一套加衣 欢迎 叶礼服来自Glo 创意总监Nitasha 起高级定制工房 用是650小时手工制作 上身使用法国列维斯雷斯 而全摆则是全手工的绒毛贺业者 铺满米色细珠小花和水晶 婚包则是定制的粉色 她经典欧字星圆环玉衣圆满 初到以来 唐妍一直以甜美小公主的形象使人 不得不说 这件女君实在是太适合她了 在这样的婚礼现场 唐妍真的像是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唐妍身高一米七 这样的个子其实很难有少女感 若有这样的身高 很多明星会选择走预解路线 但唐妍很瘦 且无关甜美 笑起来还有酒窝 所以走前前少女风完全没问题 而这件裙子 也只有这么高的个子才撑得起来 否则稍不注意 就会穿成小海人了 唐妍罗简定一套中式礼服造价 更是令人扎舌 这套中式高定洗服 由知名设计师郭培设计全手工制作 唐妍洗服共号14506公尺才得以完成 从中国古建筑中的飞檐窍窍中汲取灵感 加入蝴蝶鞋等浪漫的法式元素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定制设计师 日新服装第一人 郭培搞年设计过不少令人惊艳的作品 就连奥运奖奖服都是他操刀的 可见唐妍最近忠视礼服的昂贵和价值 不知道这么贵的礼服 罗靖到底愿不愿意穿在田地里奔跑呢 不过 不管罗靖愿不愿意 这对甜甜的新人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也祝福罗靖唐妍永远这样甜下去 唐妍到昏昏杀普通人可买不起 新郎罗靖靖在维川里服满脚地点财温新声明 文字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严禁抄袭 为者必揪